飞牛盾你们应该都认识吧 据说什么都捶不烂它 那我今天就要来跟它碰一碰 不这样看是真的捶不进去 但是呢只要你轻轻一放 它就会陷进去了 于是我偷偷拿来了我哥的手机 如果把它放进飞牛盾里 是不是怎么也捶不烂呢 哎呦我哥来了我挺快的 一顿操作后 我哥的手机已经进入这个飞牛盾里了 接着拿出我的锤子猛锤它 不过这个视频可千万不能让我哥看见 不然我肯定得挨揍了 我现在还不敢看结果 所以明天我们再来看看手机坏掉了没有哦 一天过去了 我们现在把手机拿出来 我这个紧张的小手啊 也不知道我哥这个手机怎么样了 先来把保鲜膜拆开 哇这个飞牛盾果然厉害啊 手机竟然玩耳无损 那剩下的飞牛盾也不要浪费啦 加点浇水和地球泡泡搅拌均匀 就可以得到一个超解压的三级冰箱哦 视频的结尾还有解压时刻呢 最后加入成型水把它搅拌成型 就是这个冰箱做好要放个一天才可以玩 所以我们一天后再一起来解压吧 来了来了一天过去了 太解压啦 制作24小时 解压一分钟的视频 可以留下你们的一个小信心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